大家好 正文开始之前 麻烦大家点击订阅 我们会把更优质的内容分享给大家 手机寒冬中 任何新增威胁都会给其他厂商带来压力 就在8月22日 沉寂许久的华为手机突然有了新消息 官方微博华为中国放出一张蓄日东升的海报图 海报上的配文以及2022年9月6日的日期 无不再透露一个消息 华为Mate 50系列终于要来了 三天后 苹果也很快确定了iPhone 14系列的推出时间 两大厂商的发布时间仅相差一天 而苹果官宣发布会的时间比往年更早 8月25日 苹果发布推文 确定将于北京时间9月8日凌晨1点举行特别活动 主题为超前瞻 该活动仍将采用线上形式 市场普遍预期 iPhone 14系列 苹果手表以及苹果耳机会亮相这场秋季发布会 小编注意到按照往常的节奏 苹果会在发布会召开一周前对外官宣时间 而此次该公司在推送文章中称 提前两周约定你来观看这次极具前瞻性的苹果特别活动 这一举动是否与华为Mate 50系列 抢在iPhone 14系列前面发布有关 不得而知 而时隔两年再次更新的华为Mate系列 可能会采用高通4G处理器 这将在国内高端手机市场掀起多大波澜 也备受关注 经过长时间跳票 华为Mate 50系列的到来固然让人惊喜 但从目前爆料的种种消息来看 Mate 50系列全息都将无元麒麟芯片 入门款Mate 50亿可能会采用骁龙778 其余三款高配机型则可能采用骁龙8正1 4G版 此消息的传出无疑给很多人的热情期待浇上了一盆凉水 没有麒麟芯片的Mate 50系列 还能达到这个系列原本该有的高度吗 华为Mate 50系列打造出来的第一大换机理由 就是全新的鸿蒙3.0系统 或许几年前你可能不太相信 华为手机转型为软件服务 但面对如今已经坐拥3亿用户 更新过两次大版本的鸿蒙 不得不承认华为系统研发的路确实走通了 鸿蒙在7月份刚刚开完3.0版本的发布会 并且同一时间开启了部分机型的内测 而Mate 50系列将会于9月发布 因此我们极有可能在这系列机型上 见证鸿蒙3.0正式版的推出 对于想要体验新一代鸿蒙系统的人来说 由最新硬件Mate 50系列成为了上上之选 在传统项目影像方面 华为也为Mate 50系列打造了新的亮点 在与莱卡脱钩之后 华为开始主打计算摄影这张牌 在Mate 50上将会有全新的华为影像 华为影像在理念上更像是华为 对以往技术的一次大汇总 在影像技术 拍摄体验上将沿袭以往的诸多特性 例如AI摄影 实时HDR融合 计算光学等技术都将出现在Mate 50上 被卡脖子也并不代表华为就无计可施 其实除了最为核心的处理器外 华为Mate 50系列的国产部件化占比提升不少 根据经济观察报的报道 华为Mate 50的供应链里的国产厂家数量 在此增加 大到屏幕面板 小到射频天线 华为的国产化进程其实并没有停下 尤其在屏幕上 据悉 Mate 50将会首发京东方新款柔性屏 该屏幕像素将采用内钻排列 并支持最高2160赫兹的PWM高频调光 仅从参数来看 这块屏幕确实有了叫板顶级手机面板的实力 看来 就算仅仅只能依赖国内供应链 华为依然有提供顶级旗舰体验的能力 仔细想想 从第一代华为Mate发布至今 这个系列也走到了第十个年头 这十年里华为Mate从不被看好 到成为最成功的国产高端旗舰 技术的创新和突破 从来就不是一蹴而就 而是日积归步 以至千里 Mate系列背后则是华为通过不计成本的研发投入 即便在Mate系列缺席的2021年 华为研发预算也高达221亿美元 占到销售额的22.4% 是苹果的三倍多 这十年的研发投入 让华为在屏幕、续航、影像和AI等用户需求上 有了引领行业的技术积累 早在2017年 华为官方就对外界宣布了 手机业务上的双旗舰战略 每年都会发布Mate系列 与P系列旗舰新机 也就是在那之后 春季发布P系列 秋季发布Mate系列 就成为了华为与外界的约定俗成 但是在2020年后 随着众所周知原因 制裁的铁幕围绕着华为徐徐落下 先后精力尽售 谷歌服务停止 供应链截断 让华为不仅海外市场大幅萎缩 后期甚至连造机也成了一大难题 次年的2021年3月 华为P50并没有如期在春季发布 而是难产到了下半年的7月份 Mate系列则直接在2021年销声秘迹 全年没有推出新品 为了能让Mate系列在消费市场 保留存在感和关注度 华为陆续推出了Mate40亿等改款产品 同样是旗舰 为何P系列就能挤经周折后 延期推出 而Mate50的难产之路 足足有一年之久 这还得从两大系列的定位讲起 在双旗舰战略下 P系列的定位为时尚旗舰 图出影像 外观 轻薄设计等方面 Mate系列的定位则是商务旗舰 主打的是性能 续航 信号等华为最有竞争力的部分 因此对于华为来说 Mate系列才是真正的扛顶之作 比如说 每年的麒麟新芯片 基本都会由Mate系列首发 而且通信技术的首创 也会由Mate系列带来 同时 豪华产品线也会被冠以Mate之名 此外 在发布的时间节点上 Mate系列还需要和同样秋季发布的 iPhone产品线 正面交锋 重要程度 不言自明 因此 在关键技术被卡脖子之后 华为Mate系列受到的影响 明显更大一些 原因之一就是麒麟芯片 无从生产 上代的麒麟9000库存 供给Mate40系列 P50系列 都已经有些吃力 如果再以麒麟芯片的名号 推出Mate系列新机 注定要面对无心可用的困局 核心部件国产化的问题尚未解决 那华为为何又有了让Mate系列推陈出新的动力 从市场角度来看 华为的国产市场份额 已经到了不容乐观的地步 根据调研机构的数据 在2021年的中国首级市场中 华为的市场份额仅为10% 位居国内第6 比2020年相比减少了足足68% 越来越低的市场份额 意味着人们对于华为新品的认知度 在不断降低 对于一个国民级品牌来说 这无疑是最沉重的打击 与其让Mate系列憋着放大招 不如频频亮相带来新鲜感 这可能是华为不如2022年后的新战略 2022年开春 华为就发布了Mate 41 Pro 5G 时隔一个月后 4月28日 于成东就又带着Mate XS2亮相 并且凭借最薄折叠屏的设计再次破圈 Mate 50系列无疑就是这2022年里的第三把火 虽然目前看来这把火并没有烧得很旺 但对于上储寒冬中的华为来说 依然有用 有人可能会想 华为给Mate 50采用骁龙芯片 无疑代表着一次妥协 但我个人看来并非如此 因为真正的妥协应该使华为夹着尾巴 乖乖取消掉手机业务 但目前看来华为依然还要留在市场上 坚定地去做那个搅局者 Mate历代经典机型的技术创新 组成了高端旗舰王冠的一颗颗明珠 也揭示着华为对手机未来发展的判断 它们最终或多或少影响了潮水的方向 华为用Mate系列证明了 高端智能手机市场其实是科技创新的试金石 只有脚踏实地攻坚核心技术 打磨用户体验才有可能成功突围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分享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